最近有不少小伙伴咨询 交换机使用和微烂网络相关的问题 让我非常惊讶的是 竟然有一半的小伙伴 就对交换机跟微烂几乎完全没概念 于是乎我就整理了一些常见的问题 那么给大家做一个交换机微烂的使用指南 可以让小伙伴拿到交换机之后 使用起来畅通无阻 那么如果你是从金水这买的交换机 你就可以直接抄作业就行了 那么今天就开始手把手教大家 如何通过微烂更好的配置咱家的网络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交换机的金水 说到微烂 其实它就是一个虚拟的局域网 主要用于物理的局域网中 根据不同的需求来划分出的 不同的逻辑上的广播域 我们可以通过划分微烂的方法 把同一个局域网下的不同端口 划分成不同的逻辑广播域 或者说是逻辑局域网 那不同的广播域中 它的设备是不可以直接互相通信的 那么这样一来就可以很好的隔离广播域 有效的防止广播风暴 防止环路等等 之前我们有视频讲过这个 今天就不多赘述了 在目前家庭中的应用 在我这边反馈的用户比较典型的 就是大概四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多设备的微烂划分 以及分组 第二个就是光毛桥接之后 路由器拨号并回传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就是多宽带叠加 第四个问题就是单线复用 以及Mesh组网有线回程的问题 那么在这之前 我们先要介绍一下轻惯例的交换机 标准的管理型交换机是由创口等其他一系列复杂的设置来组成的 设置起来非常之麻烦 而轻管理型的交换机简化了这些设置 它所有的网口可以通过打标签的形式来进行识别 使用起来也更加的易用 方便大家覆盖家用的场景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DOTX9网口的轻管理交换机5009来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台9网口的交换机 它有8个2.5G的电口 一个实际的SFP的光口 它的电口可以接RJ45的网线 光口可以接光模块 光电转换模块 甚至是猫棒 也就是PoneStake 有轻管理的后台 支持微LAN 支持LACP的链路聚合 等等一系列的管理功能 那么有想详细了解的小伙伴 可以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会有更详细的讲解 咱们今天在这就不多赘述了 好 首先我们先拿到交换机之后 要给交换机通电 然后用网线把它跟电脑相连 这里的交换机的后台地址是192.168.2.1 大概率跟你家的局域网不是同一个网段 所以我们需要把网卡的IP改成跟交换机一样的网段 他才可以访问 在连接的时候有很多网友反馈 是否能把交换机的网段改成跟他自己家的局域网相同的网段 为了避免出错 在这金水非常不建议把交换机的地址 改成跟局域网相同的网段 如果你的电脑只有一个网口 你觉得IP地址改来改去非常麻烦 那么今天在这金水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单网卡的多网段匹配 你就可以非常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好 我们先看Windows 首先我们来到Windows网卡的设置 我们右键选择这个网卡 然后打开它的属性 看到这个IPv4 我们双击进去或者点这个属性都是可以的 一般默认的是DHCP是自动分配 我们需要把它改成手动 我们填入我们需要的地址 然后自定义一个新的IP地址 甚至是你的DNS 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家里的网段进行填 那我这儿就是192.168.100的网段 输入完成之后 我们点击右下角的高级 然后我们继续添加一个新的IP地址 在这个选项卡里面 那这个网段就是我们正常用的交换机的网段 也就是192.168.2的网段 这个IP地址你自己自定义 那紫研码同样是3个255一个0 默认网关这儿可填可不填 那之后我们点击确定 完成之后呢 这个网卡呢 就已经可以联系两个网段的设备了 好 这个说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再看一下MacOS 我们在这测试的版本呢 是MacOS 12.6 首先呢我们打开设置 我们点击网络 我们点击网络分布 那下面一个加号来添加一个服务 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我们常用的接口 就是你默认的网卡的那个接口 服务名称呢 这边可以选择默认 那当然也可以自定义 然后呢我们点击创建 在这儿需要注意一点呢 创建的服务呢 是需要手动指定IP的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不方便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之前的地址呢 从DHCP改成手动添加 也是可以的 好 我们重新填一下 那同样呢 我们把它填成192.168.2的网段 那大家不懂呢 可以跟着我填 好 通过这样设置完成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你的这个单网卡 可以多网段访问了 而且呢 在访问的时候呢 不需要把你的地址改来改去 怎么样 是不是很方便呢 还不赶紧 点赞收藏 OK 全部设置完成之后呢 我们来到交换机的后台 好 我们现在找到设置 然后点击VLAN 这时候呢 大家就可以在VLAN下 看的有两个设置的选项 那么熟悉的小伙伴呢 大家都应该知道 802.1Q就是VLAN的国际标准了 那我们看到第一个呢 就是VLAN号的设置 那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VLAN的这个组名 第二个802.1QVID的设置呢 其实也是PVID的设置 那在之前的视频也讲过了呢 在这儿咱们就不多说了 那后面呢 我们还会详细的讲解 首先呢 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那这个也是网友反馈 最多的一个问题 那也就是在家里 升级千兆以上的宽带 使用光猫或者猫棒 进入交换机 然后呢 用路由器拨号 并回传的这个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呢 是相对比较典型 也普遍的 那实现起来呢 也非常非常之简单 那只要做一些 简单VLAN的设置呢 就可以解决 那作为入门的第一个案例呢 非常适合 好 在这儿呢 我们不讲概念 直接进操作 好 我们看一下图不图 我们的宽带呢 首先是通过猫棒 进入9号网口 从8号网口出 进入路由器的 腕口进行拨号 拨号之后呢 从路由器的腕口 再进入交换机的7号口 那么大家可以发现在这里呢 需要重新划定 两个VLAN 那9号和8号 划分一个VLAN 7号到1号口 划分另外一个VLAN 好 我们首先来看 8号和9号口 在这儿呢 我们选择不带标签 那这个名称呢 我们可以自己 起一个方便记忆 那我这里呢 就叫11 好 点击添加 那么在这里呢 可以看到 除了默认的1到9之外 就会出现一个新的VLAN 9和8号网口 那名称呢 叫11 那么这样呢 第一个VLAN就已经完成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选择1到7号网口 那么同样不带标签 它的名称呢 我们选择22 好 完成之后呢 我们点击添加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已经添加好了 两个VLAN分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802.1QVID 这里呢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PVID了 我们需要把第一个VLAN 8号9号网口呢 添加一个PVID 等于11 点击应用 接下来呢 选择1到7号网口 也就是VLAN22 这里呢 PVID呢 我们同样设置为22 单击应用 这样呢 我们第一组VLAN 就已经设置完成了 在设置完成之后呢 大家一定要记得保存 否则呢 重启之后呢 就什么都没有了 好 到此为止呢 最简单的这个VLAN呢 就已经划分完成了 那是不是很简单呢 从金水这里买的交换机呢 你就直接抄作业就行了 由于每个人家里的情况呢 不可能完全一样 那么我目前也发现了一些 比较常见的情况呢 我也画了一些图不图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这个网页 来看一看 有没有跟你家一样的 那如果没有的话 也可以把你自己家里 不往的方案呢 分享出来 那么更加详细的解析 跟进阶的带标签 或者是不带标签的内容呢 让我们下一期的视频呢 给大家详细的讲解 好了 那这期的内容呢 就先到这里 希望可以对你在使用交换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小小的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机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请不吝点赞评论和转发